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来到《讲人讲事》 我这次要讲 现在最近关乎我们香港人 所有人的生命的问题 是地溝油 地溝油在我们的法学人生 几乎好像讲过两次或者三次 现在食温局还说 你们如果有用过地溝油 你们自己交出来 有没有搞错 你叫我偷完东西 你叫他加一些装物出来 你不是讲玩的 我之前提过一次 你们都几快 我说这些被警方查了 你查不到 他现在都是警方帮忙 但是你知不知道刑罚是什么 罚十万元 可能坐牢一年 有没有搞错 这个可以说是谋杀 因为你明知这些地溝油不能吃 是不是 你还这样卖出去 你那个食安局还叫人 你自己交出来 你不是玩是吧 你这些官 你拿二十几万个月 叫人交出来 你去搜他 他都病了 他既然做得犯法 是吧 我们香港这次真是蒙羞 我们只是以为大陆 才有不安全的食品 是吧 你现在 你现在 你现在香港都臭了 名字 香港什么港 臭港 卖去台湾 你没有搞错 这次高永雲就好些了 就不像上次那些地溝油 又运回中国 现在说要销毁了 起码你听我们 港人港市讲的 你都有改进 但是你不是这个普通 罚十万元 他有什么所谓 他赚那么大利润 给你罚十万元 不是这样做 你这个呢 明知是会吃到人生病 这个就是谋杀 买的人 制造的人就是谋杀 买的人 他就是协助 是不是 他就是有误杀的成分 如果他生病 你明知是这个 你看我们化学人生 是真的会死的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给化学油 人家吃的呢 我们卫生署做什么的呢 说这些是化学成品 所以我们卫生署不查 不是这样的 不如你警方说 他那些是未制成的白粉 所以我们不去查 你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的 是不是 他未制成之前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不是请你们回来坐的 是想你们想办法去破案 去做事的 所以你们不要 你这班官员呢 推来推去推来推去 现在全部这么多酒楼 他制了多少食物 储存在哪里呢 你们不是要去销毁 是不是 不是叫人交出来的嘛 所有的名单都列出来了 你看香港人这么多癌症 哪里来呢 我真的遇到很多朋友 街坊 十个 遇到五个 他们也有癌症 原来我们香港是这样 就是要吃到你死为止 是不是要这样呢 我希望呢 你们食物 食安局也好 高永云也好 警方也好 你们齐心打击 我们香港如果这样 既然能出些油的呢 我不难保 会再有第二次有些事情发生 因为好像中国那样 黑色食品那么多 是不是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我们香港 以前我认香港人 现在我 你出卖地球 我不敢认了 我唯有认太空人 我都不知道做什么人好了 中国又不发 他的中国护照给我们 那拿着个BNO BNO现在弄卖地球又出来 我们怎样呢 我们根本是人球 不要说我们自己不认 我们自己是中国人 根本你中国都不认 我们认我们是你们中国人 我们怎样认我们自己是中国人 如果你认我们是你中国人 你不需要买水给我们 是不是 这些水是给我们喝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给中国护照我们 如果你认我们是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要特区护照 是不是 既然你特区护照 你就分给我们独立 是这么简单 是这样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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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